對,那些我就講敗禮 好,因為我們有很多問題 那個第三場是要講關於開放階層和維基百科 開放階層和維基百科是幾乎所有想到協作、開放資料、開放內容 都會想到開放階層和維基百科 那Dennis是在台灣在...算是元老了吧 不是太算了,是後來加入的 我怎麼覺得你是元老的 但是就是花了很多歷史在上 對,因為他辦了非常多開放階層的那個 meetup和那個活動 所以之後的話,如果大家對...聽他講完之後 對這兩個活動,維基百科他每個月都台北會有一個月聚 那開放階層也是會有相關的活動 可以再來請他把資訊告訴大家 那因為已經用到他很多時間了 所以現在出發時間交給他 請大家熱烈的歡迎葉林斯 今天我的題目是這個 開放內容衝擊 然後巴巴巴巴 其實當初投稿的時候出想一個題目 但實際上我要報告的是 就是怎麼取得資料 以及辦誰的資料取得方面的一個... 算是一個困境吧 比如說騙巡不著資料 或是去跟政府要資料就碰壁了這個故事 其實是有一點悲傷的那個... 有一點那個...覺得就是... 啊!怎麼那麼多困境在裡面 那我叫陳瑞琳 那我的正職是在一家科技媒體網站工作 那我在社群的那個... 我有在兩個社群 維基海科和OpenShoot Map 看到街頭我在慢慢活躍辦一些活動 那我其實關心了OpenShoot Map 其實還蠻久的一段時間 就是兩年多、三年多的時間 那今天主要談的是這兩類資料 那街頭屬於那個地理性的資料 然後第二個是維基百克的話 主動在文化性的資料上面 那我今天問一下各位 大家會如何去取得資料 有可能是第一個可能是買的吧 那第二個可能是網路上有 然後可能就是去把它弄下來 或者第三個就是... 抄的另外一種極致 就是把它砍下來 那可能這是比較屬於G0G的做法 那這是RollingWall的GithubPage 那我其實受惠於它的那個... 砍資料的功力還蠻多的 因為透過它抓下來的資料 其實我就不用去轉編碼 或者是去移動那個座標系 所以說各位有玩那個GIS資料的話 應該是都知道我還說什麼的 就政府所示出來的大部分都是 Big 5和TW97的那個... 那個... 特標格式 那當然可能以上方式 無法取得資料要怎麼辦呢 那想想看 那什麼方式可以去拿資料 那可能有... 那如果從政府或公司那邊 然後用買的方式的話 那什麼方式呢 那也許用群眾 crossourcing力量 所抓出來的 所貢獻累積出來的資料 也許是另外一個途徑 那... 去超過下來 那... 它就遵照維基百科的授權條款 CC... TronCC的那個授權方式 就把它直接可能能夠 Copy下來 然後貼到它的FanPage裡面 那... 拿完頁尾的話 就可以看到它那個詳細的那個... 它什麼時候去... 去那個擷取的資料 以及用什麼樣的授權放出去 那右下角的話就表示 就是... 因為是相當的方式分享 所以是用... 這個站也是用CC100SA的方式 去釋出來的 那... 各位去換Facebook 可能會見過這種頁面 就... 不是... 人類去建造 建的一個... 它那個專業的... 的頁面 而是可能是透過... 機器去抓... 爬... 維基百科的資料 抓下來 那可能就是透過API的方式 去能夠建出這樣的頁面 然後你在選擇 你興趣的時候 只有這樣的選項可以選 那... 這是... MediaWake的那個... API的那個... 它的說明頁面 那... 在地圖資料的話 則會有... 大家可能知道這個站 大家知道吧 這是打卡 現在變美食指南地圖 美食指南網站 那是Foursquare 那在右下角 如果注意看的話 右下角會出現一個... 直接... 你路上可能看不太清楚 下面的話是... 它資料來是OpenStream Map 那... 來... 看到... OK 那... 看了剛剛那兩個例子 那幾個例子 其實... 有蠻多的... 比如說一些... FanPage的... 的那個... 網友 或是... 需要地理資料的 可能就會轉向... 它不用傳統的商業公司 比如說Google Map 或者是傳統的... 百科全數的內容 它直接就用這些... Cross-sourcing的那個... 網站的內容 那顯然說... 其實這些... Cross-sourcing的內容 其實已經有... 很有一定的那個... 公信度在了 比如說它的內容完整度... 可能OK 在某種程度它OK了 或者是說... 它已經那個... 它取得給你... 你只要上網 然後去按照它的說明 這個API下來 然後就把它弄下來了 那再來給大家一些數字 就這兩個... Cross-sourcing站 維基百科看到的街頭大概的一個... 它的那個... 目前為止... 它... 從2014年11月3號為止的那個... 大小 英文的話是... 後來0400多萬了 那中文的話是有... 近79萬筆的竅目數量 那對於... 才十年我站來講 這個數字其實還滿... impressed的 那看到的街頭的話 是總共有38G的... 那個地理資料 那各位... 可能看現況... 可能是... 比較沒有什麼概念 那可以看一下這個... 地實性的一個曲線圖 那這... 這是... 中文英文維基百科的... 條路數量 那現在... 因為... 維基百科... 賣相500萬了 那這是... Open Stream Map的資料 它已經有... 260萬... 26億... 比的... 點的資料了 那各位... 來問一下... 做個調查... 今天之前... 有聽過... Open Stream Map的... 可以舉下手... 哇... 這是... 還滿多... 大概七成... 八成左右... 那有畫過的... 可以舉下手... 那就... 少... 少... 少滿多的... 來...謝謝... 那... 今天是大家來介紹... 它... 就是類似... 唯一百科方式... 去運作的站... 那... 2004年成立的... 那... 原來... 它是一個... 群眾式的站... 所以就看... 群眾... 它對什麼有興趣... 就是... 拿來... 可以做很多有趣的應用... 那... 目前... 有些商業... 或是非商業... 有使用它的資料... 那... 部落的... 大家有聽說... 三一部落嗎? 在那個... 三一大橋旁邊的... 都市原住民的部落... 那... 如果去一些... 官方... 地圖... 或者是一些... 商業地圖... 你可能是找不到這個地方... 既然說... 它... 它是有... 聚落在那邊... 有建築物在那邊... 但是... 它就是不在... 可能... 如果說是在... 看上街頭的話... 只要有人有興趣... 關注... 跑到都市裡面的原住民... 它一些聚落的情況的話... 都可以把... 它聚落的... 概況... 都把它畫上去... 那... 這應該就是... 一個群眾式地圖... 拍一個好處... 那... 當然可以做一個... 很美美的... 一個... 公園主題地圖... 這是印度的... 一個... 公園的地圖... 那... 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台灣的一些... 成長數據... 2007年... 基本上... 台北... 就只有... 可以用... 手指頭數出來... 有... 大概就是... 十個... 2014年的時候... 它就變得這麼重的豐富了... 有行政區域... 有森林分布... 有公車路線... 公車站台... 那... 有些... 些許的商店... 的資料... 那... 台灣街圖主要有... 這幾種的... 取得... 資料的一個方式... 你可以用... 整包...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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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區的資料... 那... 或者是用... API方式... 你可能只要... 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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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種特定的資料... 那... 這邊的話... 是用... API顯示的方式... 讓... 台北市... U-Bike站... 都顯示在... OpenStreetMap的地圖之上... 那... 各位可以看到... 已經... 台北市... 中多的U-Bike站... 各位可以點... 只要... 可以點... 左邊的那個... 網頁連結... 然後可以點到... 那個... 網址... 那... 當然可以包括一些... 主題的... 地圖... 我可以顯示特定的... 想說登山到... 或是腳踏車到... 等等... 等等... 那... 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講... 某種資料的... 一個... 就是... 先講一些... 比較... 比較... 可以那個... 比較... 好的一些... 最後就還蠻好的一些... 例子啦... 那... 分別是... 紐約市建築物匯律... 和... 英國的... 某種資料的... 匯律... 各位看一下... 這張視覺畫圖是... 紐約市的那個... 就先前一次... 大規模... 匯律... 那個... 他們市政府的... 建築物資料... 放上去... 那... 下一張圖... 露得有點慢... 因為它... 還蠻大... 等一下會顯示是一個... 視覺畫圖... 依照時間軸的方式... 去... 跑出來... 那... 政府... 打交往... 有可能幾個... 最壞的狀況... 比方說... 他可能... 天然你請求... 然後... 就不會理你... 搭理你... 或是... 雙方可能沒有達成... 雙方滿意的協定... 那就... 不歡而散... 那最慘的話... 可能就是... 你拿他的資料... 拿出去告你... 那... 如果政府不理你的話... 可以... 採用的方式... 可以繼續遊說... 或是... 像... 論壹網那樣子... 號召向民行動... 去把那個... 監察院資料... 都把它破... 破起來了... 或是... 像... CL高... 他先前... 有號召... 就是把那個... 他做選領戰... 所以就需要... 有開放授權的那個... 投開票所的一個... 位置的資料... 所以他就... 也是那種... 是... 人工方式去... 加資料的... 一個戰... 再來看... 剛剛講到的... 英國遊統的運動... 遊統可能是... 不起眼的一個東西... 那可能... 大家可能認為... 在... 開放資料... 要釋出開放資料的話... 可能是... 相對比較...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重要的資料... 可是對於一些... Fan... 或是... 喜歡記性... 或是... 做... 交換明信片來講... 那其實... 你可以從這些資料... 說... 欸... 我可以在哪裡去... 投我的信... 投我的明信片... 那... 我今天... 講... Fural Data的運動... 是... 英國的那個... 英國的開放資料的一個... 前身吧... 那它是2006年的時候... 去做的... 那它主要是抗議說... 政府... 把很多稅金... 去收集很多資料... 去建黨這些資料... 結果公民要使用它的時候... 反正要去... 跟他們去... 付費才是取得... 那... 那... 就發動說... 跟英國皇家... 郵局... 要到郵筒位置資料... 所以就發動... 我依照法律... 發動一些請求出來... 那... 最後... Rural Mail就釋出... 11萬別的... 6千別的... 合同的位置... 但是這不是一個... 雖然最終Happy Ending... 中間也是波折... 因為... 它釋出來可能是... 它釋出來的... PTS檔案... 不是一個... 易於使用... CSV的格式... 那... 有人用這些資料... 做... 有統查詢的網站... 可是... 就是... 政府就開始要告... 這個網站... 要求他把這個網站... 下架下來... 那... 也有人發現說... 這些資料... 位置... 並不是很精確... 可能插了幾個街角... 或什麼... 那... 經過一些波折... 總算... 這些資料... 是可以完全開放的... 那... 後來有人... 就要求... 繼續公布... 說明時間... 好... 後續... 那... 接下來講的是... 維基百科文化的新資料... 這個話就是... 講到我一些... 切身的一些... 困境... 切身的一些經歷... 那... 我在2013年的時候... 就辦一個... 維基礎古蹟的... 古蹟聖遺賽... 那... 各位可能... 如果說看維百科的話... 可能都知道說... 維百科上的... 那個... 古蹟的資料... 其實相當的... 很豐富... 至少... 說... 有個清單在那裡... 比如說... 我要查看... 歷史建築... 或各級的... 古蹟的話... 它其實都是個... 完整的清單... 那... 很不一定... 每一筆的那個... 每一筆資料... 它都會有... 一個詳細的... 維基頁面... 但至少... 就是可以... 你可以查到... 假如新... 公佈什麼... 一起建物... 或是... 古蹟的指定的話... 會有在那上面... 查到... 一個... 查到最新的... 那個名單... 那... 這是一個... 北門的一個頁面... 一個... 很典型的... 維基的... 古蹟的... 頁面是長這樣子... 那... 就是... 剛剛講的清單... 最下面的頁面... 可能都看到... 比方說... 台北市古蹟下面... 就有這個... 頁表... 那... 當時... 那... 那... 就必須先跟... 公佈當然打交道... 因為... 我必須需要... 我不能憑空... 造一個... 古蹟或歷史建築的... 清單... 然後要我的參賽者... 去... 去照... 我必須是... 用官方... 已經公佈的資料... 出來... 那... 就... 我必須要一個... 結構化的... 城市可以處理了... 然後... 社群可以去... 好好地... 應用這些資料... 那... 這是... 資料格式的要求... 主要是... 必須要有... 一個... 原力ID... 有名稱... 經維度... 等等的... 可是呢... 當我去... 跟政府... 要知道的時候... 去跟... 文化資產局... 就文化部下面... 下校的單位... 告訴我... 欸... 我需要資產局的資料的時候... 就跟我回答說... 請用這個網站... 來解答你的疑惑... 這是一個... 是長這樣子的一個... 請拿出來... 那... 如果說按... 右上角... 的那個... 那個... 按鈴的話... 會出出該死的... PDF的格式... 所以後續處理... 就是非常上級手... 而且它那個... 資料格式... 並不高過... 我需要ID... 和... 最重要的經維度的資料... 那... 這就是... 溝通是困難... 我... 我跟陳伯仁也是... 講不同... 不同... 那個... 星球的語言... 就說... 他就不要說... 用這個... 茶圓網站就好啦... 但用... 茶圓網站就走到... ID... 經維度... 那我自己又是一個... 很偷懶... 那... 實際上有那麼多的一個... 雙班族... 最後就決定... 用比較接引力的方式... 就請... 人要幫忙去砍... 砍資料... 要到我的東西... 那... 這可以典型... 那個... 古蹟文化部的查詢系統... 一個... 它的古蹟的敘述... 那由於它是... 它是... 會整個地文化主管單位的... 一個資料... 所以它的其實品質是... 壓壓不及的... 比方說可能那個... 古蹟已經有些變動了... 那最近狀況不在... 或是... 它那個照片... 它其實解釋度... 可能... 地方主管大概沒有很用心... 它的解釋度可能是很差的... 那... 我要的這兩筆資料... 在頁面上是有的... 一個是在它那個... 網紙頁裡面... ID在上面... 那... 古蹟精緻度... PDF的... 輸出的檔案沒有... 不過它在頁面上是有的... 所以它其實是公開出來... 但是不是用一個... 很friendly 的方式... 去把它呈現出來的... 不過最後... 我還是... 找到人來幫忙... 然後我自己也... 花了很多工夫... 去把電子表格... 然後... 放到鬼基的... 那個... 比賽頁面上去... 然後讓參賽者... 可以... 可以去參考... 那... 那... 維100格還有一個... 很好用的... 地圖的套件... 就是OpenStream Lab的... 那個... 底圖... 讓P圖來顯示... 那個... 鼓勵位置在哪裡... 那... 想要... 文化性資料... 就想要一個叫... 說一點長計畫的... 各位有沒有聽過... 就是... 辦了十年的一個... 這個... 長期的計畫... 不過... 在這部OpenData裡面... 它還是缺席的情形... 那... 它是一個... 十年期的計畫... 然後... 它... 主要經費用在各個... 各國科會... 也就是像... 科技部... 給預算... 然後讓一些他們... 一些... 國管... 或是資料... 資料室... 讓他們長產品... 給數位化... 然後希望透過這些... 數位化的過程... 然後加值去運用... 那... 其實現況是... 這些大部分資料其實... 主要資料部裡面的... 那... 這是故宮合作社的產品目錄... 就文化部... 不是... 文化部... 是那個... 國立故宮國務院... 它... 它... 它就... 印譽了OpenData的那個... 潮流... 就放出這筆... 嗯... 器物類... 文物... 產品目錄... 那... 都是一些... 表格式的一個... 那個... 嗯... 清單... 但是... 最重要... 我們看... 我們要... 有... 展品的數位化... 資料化... 其實最重要的東西... 應該是那個... 展品的那個... 照片嘛... 對不對... 結果這些東西... 都是... 在它的資料庫裡面... 然後讓它去... 用... 用...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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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去販賣它的... 價值利用品... 對於我們一般來講... resses... 其實很多... 它的經費很多都是來自國家的... 這種情況... 其實蠻不合理的... 一些情形... 即是釋出沒什麼用的後設資料... 相對重要的盡案... 文物照片來講... 它沒有釋出來的... 放出它產品目不出來... 然後透過... 就是... 讓大家不能去... 去裸碗直接照相的方式 然後獨佔他的數位聲音 那有一個國外學者提到 Copy Fraud的一個概念 就是講類似布公這種情形的 就是限制大家說 你不能去直接拍攝數位畫 然後讓他自己成為一個 唯一擁有這些數位畫的機構 然後靠這個去賺錢 就是這位 Jason Maslow 提出來 他的定義是 你們現在應該取得共有名的內容 被文物機關詮釋之後 就認為說他的數位照片是有權利的 比方說我去複製了西山行李圖的照片 我會侵犯那個故宮版權 反而不是原作者犯官的權利 那我前面有提過 就我不能自行去故宮拍攝 所以我一定是受制於故宮畫出來 那這在歷次危機的年魂 其實一直都有討論這個事情 那有人就 其實類似的行進一些資料部的廠商也在做 那其實政府其實應該 其實擁有大批的預算 然後世衛化不少的東西 那其實應該要更積極的方式去從事這件事情 然後就放出一些資料 然後新型態的產業能做出來 然後幫助 比方說有同愛好者 喜歡機器人 他知道他家裡最近有同在哪裡 那 那 這是我給結論 就是 我關心Omendia 就是兩三年時間了 那其實 一直需要有人 一直不斷push政府 資料擁有者 那也許一個群眾式編輯方式 是另外一種突進 當然你可能在官方 你可能走到資料情形的話 他可能用群眾 他會群眾 crosstoring方式的網站 可能是另外一個選擇 那這邊 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在 兩年前的時候 一直在中央院去 中央院的演講 怎麼去 標有同位子的故事 那 到2014年3月的時候 在政府資料平台上 出現這樣一筆的資料 那他是那個 油箱、油桶 甚至位置的 那個CSV檔案出來 那他非常好心 就是他是有 精緯度的資料體上面 所以說我可以在那個 我這個 我接下來什麼問題 可以把它讀出來 然後放回去 不過呢 他有一些 因為他 他像GEO Coding的方式去 他的精緯度 不是他自己人工去 探查出來 而是用他的文字敘述 去把定位出來 是有些他的那個 資料人的位置其實錯 比方說 台灣大學油桶 他的位置就跑到那個 校油桶放房單的地方 那實際上 他應該是在那個 校內郵局前面 那 其實 兩年之後的時間 那政府放出了 油桶資料 其實 就是 就是 你只要不斷的努力 像話大家一猜 有資料人才會把它放出來 那今天 我的演講就到這邊 那 這張藍王網站 就是 Facebook社版 那只要可以 我100顆 或者開放街頭 有興趣的 就可以歡迎加入 那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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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nis給我們 快速講完 還剩下一點時間 大家對 這場有什麼問題嗎 我想提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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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看到說 我剛才看到說 您講那個 復工的資料 是復工合作社的 那個是不對 因為我是復工的人 我是復工的 我一定務必要的澄清 這個是我們 不供數位典藏 數位計畫裡面 所有的文物典藏的後生資料 所以可能是 你想要的是圖檔 事實上在數點的聯合目錄裡面 它是有比較低階的 可以供大家使用 所以這個務必不要誤導大家 那我記得它 可是它授權好像不是 對 因為事實上在Open Data 在國發會的那個網站裡面 其實它是不用寫的 它是我們珍貴 一筆一筆的欄位 很多個欄位去建立的 一個後生資料 那個是提供研究用的 那就是說 怎麼樣價值運用 要大家去想 那您要的是圖像的部分 事實上聯合目錄 就已經有低解析度了 那如果是你要用 可能就是說 我們的相關規定裡面 也有提供學術用的 或是說 你要著作研究用的都有 那如果是你要做商品發展的時候 事實上是可以 申請比較高階的 那個是要付費的 以上說你 謝謝顧問人員 來人糾正我們那個 簡報裡面的錯誤 那我其實比較希望是 因為就有個社群違反的 一個愛好者來講 還希望就是維基裡面 講到故宮佔品的一些項目 它是有圖片可以顯示 它那個樣子 也不是那個 也不是一個空蕩蕩的一個頁面而已 那以維基百科的授權來講的話 它是可以商業運用的 雖然說C-100S 代理卡也商業運用 可能跟一些 故宮目前的規範的規範 很容易充足 歡迎故宮佔品委員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現在直接到 故宮佔委員的 Open Data規範作法公告裡面 第一條就寫了 Open Data專區內 公司使用者不須現行申請 但是要遵守有下的條件 它便了解 使用者 不得將本院資料 再授權交付 或三部以第三等 的方式再利用 也就是說 就算你免費 你給使用者使用 我們也沒有辦法 把我們拿下來的資料 再提交給 其他官場市再利用 所以他有開放 跟每條款的資料到 這邊有個Feedback 你那個 你要先分清楚 聯合目錄跟故宮 Open Data的差異 那個器物資料 後設資料 那個並不是 不一定是在那個 故宮Open Data 時速範圍 那獨檔的話 你可以先去聯合目錄 那邊稍微看起來 可能那邊有那邊的條款 不一定是 受制於故宮Open Data 調底線 給你參考 等我一下 好 講到故宮 不好意思 故宮有東西叫做Open Data的 那個Poto 它上面寫的那個 授權就像剛剛Rex講的英文一樣 那很抱歉 那個東西不叫做Open Data 它和Open Data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它的網站叫做Open Data 那如果說 這邊有故宮的朋友的話 我想拜託你們一些事情 請回去告訴你們長官 Open Data 它在目前定義 非常非常清楚 剛剛Rex講的一個重點 再散步 再散步自由使用 在故宮的那個Poto上面寫的東西是 禁止散步 同時 學術什麼 要在其他 其他正數使用的話 它還有自己的規範 還要再申請 那剛剛提到說 連環目錄 太好了 維基牌科 它很需要這些照片 可不可以麻煩共的朋友們 把你們的照片 上傳到維基牌科 照顧全世界所有人 謝謝 提問其實也是圍繞前面的問題 所以文武瑞林或者是 我還是知道的話 所以例如說 不管是大英博物館 或其他國外的博物館 比起故宮 他們如何讓文物資料 上傳上去 目前的狀況 跟做法的不同在哪裡 可能是延續上面 讓大家更深度去瞭解 我想請問這方面的問題 我先人所知道 就有不少國外的展場 它可能是用API的方式去記載出來 然後提供一個 開花者跟Friendly的方式 來呈現這些文物 然後大家也有去釋出 它的一件事的資料 比方說 我原先在一時代裡面 有放單畫的拿出來 就是可能英國那邊的 國館 單一國館 單一國館 有跟當地文基社群合作的 就通過社群力量去完善 單一國館 相關一些 相關的展品的敘述 相關它cover到的 一些歷史主題 或是一些展品主題 只是我知道 我也是可以補充 因為GIO AM這塊 其實它的授權是 它會牽扯到很多 所謂第三方的 那個 著作權的關係 所以它 它在講開放資料這一塊的時候 其實在國外 是分很多程式來講的 他們不會說 一開始就是說 欸 就像剛剛提到故宮的 好 OK 文物這些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製作權在裡面 製作權應該有所謂的 極限的限制才對 那為什麼在這些 在故宮的這些文物裡面 我上去拍照 出來商業使用的話 會有問題 其實這同樣的問題 如果你在法國樓服工也有遇到 他們因為有自己在賣東西 所以它現在 有限制說 你拍照之後 你可以在自己家裡使用 然後如果要賣的話 他們會有限制 所以說各國在文物這一塊 其實是 我會覺得他們 都是慢慢在 往開放資料這一塊走的 那在授權這塊的話 就是說 會分成很多層次來談 那在台灣的話 文化部 它其實也是在面臨到 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開放政府資料 什麼叫開放政府資料 政府為了它本身運作 所需要收集的資料 或者說 它會委託外面的專家 所做的研究報告 所產生的資料 那文化部 有很多這類的 類似補助的案子 或是說跟其他合作的案子 那產生出來的東西 算誰的 政府一般 不會想把它當成自己的 它只會是用說 來你才做的東西 我可以用 在某個特定的範圍裡面 就夠了 那可是以前是用政府補助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很簡單嗎 全部變成我的話 我要負責任 那只讓我在 我的網站上 可以秀出來的話 或在某個國動作可以秀出來的話 我不需要再負後續的責任 我不用去管它 因為是屬於 著作全成所有 我是這樣看的 或許說 在座的專家 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可是我真的是這樣看 所以我們在台南文化部的 開放資料的時候 就會一直 撞到這同樣的問題 這東西 在當初的授權裡面 在當初的合約裡面 在當初的 案子裡面 就沒有在講這塊 開放資料的概念 所以說今天要教學 他把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他根本是拿不出來 所以說他目前正在 花時間在找專家 在做研究 在做授權這塊 可是在 剛剛我們講開放資料的時候 其實會一天到 碰到法律的問題 今天上午其實有講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政府必須要依法行政 可是政府依法行政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想做什麼 都可以翻出一條法令 來告訴你 我依法行政 所以說在這裡面 我們是很希望說 或許故宮 或許 做一點償的東西 我們無法解決 可是 或許在下一步 我剛提到 在未來的法令上 或許可以找出一個方法來 要求政府在 未來的案子裡面 開始去思考說 開放資料 應該怎麼存在 應該怎麼去執行它 那接下來的話 或許 未來的思念 真的 可能是未來的思念 才可能發生 所有的政府案子裡面 會把開放資料的東西 放進來考量 那我們在跟他們談開放資料的時候 他們 會比較容易反而救出來 可是在目前真的是 數位檢查 剛剛提到數位檢查 在開放資料裡面 它是缺席的 它真的是缺席的 它的東西就是 塞到 這邊是中研院 它是中研院之後 都拿不出來 那文化部的東西 一樣 所以我牽扯到 所謂第三方處做權 都一樣 政府的東西 反而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那 呃 這邊回到最原始的問題 GMAM 就是 檔蘭館 竹竹館 A是什麼 巴達養 然後是 國務館 那 這些東西 它在開放資料裡面 真的是屬於一個 很特別的一塊 那 歐洲 正是 它是朝 逐漸層次的方式來 來推動它 那 我會認為 回到今天的主題 OpenStreamMap Rookipedia 這些東西 會有關係 那 最好的方法 如果是政府的資料 我們拿出來的話 大家一起共同來 製作 聯合目錄 拜託你們 把圖片上傳到 維基百科 照顧全世界 所有看維基百科的人 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 初衛檢查 後期的時候 遇到一個法律上的問題 就很多 就像現在OpenData去 想說要是有什麼資料 就發了一堆第三方的資料 那其實當初也有遇到這種問題 所以照常說 它就只能發到它資料庫裡面 不過有一些資料 比如說是 大學展覽館 或是公家機關 或資安館 那 因為它的經費 還是蠻單純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在釋出方面 其實應該是 相對的足力 應該要比較小 才對 最後一個補充 因為我們最近有一點記憶 其實 我剛才想表達的意思是說 因為最先的案子是說 沒有辦法看到照片 那故宮那邊回應是說 後世資料 我先澄清一下 我不是故宮的人 我也不是聯合目錄的人 但是我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是想要有圖 maybe聯合目錄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我想當初聯合目錄 它在建置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眾利用 這絕對不是說 把東西鎖在箱子裡面 不開放 至於說 因為open data是後來的issue 跟伴隨著後面衍生的利用 會有跟一些條款的問題 這些我都同意 我覺得你的倡議也很好 maybe聯合目錄可以考慮 去把圖片匯到武器牌殼 但是這邊有一個細部點 我必須要指出來 就是說 連做數位點長的 它其實是有機構計畫 那這些機構計畫本身就是 這些機構包含物工 他們是用他們的機構 然後民意在仔細這些東西 那你說這些成果 它是會上傳到它 包含它的metadata 或是低解析度的圖檔 它會是放到聯合目錄 所以如果我們要取得全部人的 包含metadata或是圖檔的話 maybe聯合目錄是一個 比較跨移植性的方法 從那邊解討 而不是說 因為像布公湯那邊 我相信它研究人員它的 使用需求跟一般大眾使用需求 是很不同 那這個是有一些差異要解釋 不是說他們不願意開放 或是說他們就是希望把東西 放在他們裡面 這是我想就我的理解 必須要幫他們說一些話 這樣子 謝謝 好 時間上差不多了 那 好 聯合目錄都知道 那今天就是 這場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結束了 那大家在那邊 感謝Denis帶給我們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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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 感谢观看